好 算我們接下來就要來看到 現在呢 有監院認證的嫖客嘛 還有法院認證的小三呢 以及還有一位偷吃陸籍小三 我們就先來看到行政院前發言人陳宗彥 好 疑似呢就去官說還接受了性招待案 那麼監委報告就說了 他疑似有八次接受了性招待 那提案的監委就說了 陳宗彥就是陳董 但是他否認的說法呢 目前還是難以去採信的 但是都說了這麼多 結果彈劾案是沒有通過的 因為最後2比11不成立 這個難道是要給賴清的面子嗎 我們就來看到巧欣他就說 監委的意思 或許呢就是認定對價關係上 還不明確要繼續有檢方深入的調查 但是在報告當中 都已經證明他嫖妓了 也提到呢陳宗彥 確實有將內部會辦進度 是洩漏給請託業者 他說這樣子竟然還無法通過彈劾嗎 還有謝龍介他也說了 這11位監委 他們都在幫陳宗彥背書嘛 難道現在是可以接受性招待嗎 好再來這位呢 古辣斯他是爆出競選的期間 跟理性隨乎發生的不淪戀 現在要判賠 理期呢75萬 所以等於古辣斯他成了法院認證的小三 但是古辣斯他並不認錯 他說呢他知道他面對的不是只有一個人 背後是一群人 所以他說他當然要繼續的上訴 他也說了他是不會輸 那王洪威就說了 古辣斯呢身為公眾人物 掌握媒體與話語權呢 原配的壓力跟劣勢可想而知 所以現在要感謝法院公正的判決 也讓我們能夠繼續對這個社會有所希望 正義不是不到只是時候未到 好所以有網友就說了 欸那你們現在這些綠營側藝 你們都躲起來了嗎 你們應該要趕快出來啊 趕快出來打球洗地啊 另外呢是趙天玲他偷吃大陸籍的小三嘛 結果就是葬送了他的立委錄 他最近在他的臉書上面就PO文 他說他的人生呢 如果是用影集來形容的話 在1月31號 他說是他的立委任期結束之後 這個是第一季落幕了 那在第二季開始了 2月1號他回到母校士興大學 行管系任教 他說呢是開始他的第二季的故事 但是網友就說了 你這樣子還去教書嗎 這樣的人堪為人失表嗎 他說呢 你是不是應該要去開一門課 叫做喇雞的技能呢 好所以網友現在也都是不斷的 跳出來嘲諷了 好所以呢我們要持續來請教淑慧姐囉 好淑慧姐怎麼看 陳宗彥他已經被監院認證說 他就是有去接受性招待嗎 但是現在彈劾是沒有過的 淑慧姐怎麼看 我每次要去對比說 民進黨有沒有雙標 我們就拿不同的人去對照 像酷拉斯 我其實有一點為酷拉斯抱不平 我並沒有覺得說要去追殺酷拉斯 為什麼呢 民進黨裡面有這麼多男人外遇 大家知道對婚姻有責任跟義務的 是簽婚約的雙方 好 不是說動不動動原配就去告外面的女生 對自己的老公都包庇 你看民進黨男生有這麼多外遇 他們哪一些男生被女生告過 被他們自己的太太告過了 到最後犧牲品都是外面的女朋友 可是問題是該對他太太忠誠的 不是這些老公們嗎 因為他們才是當年跟你簽 那一張婚約的人 所以這是凸顯台灣的 我覺得台灣的可能男女的一些價值觀的一些 我覺得一些偏差啦 太太都捨不得 都護著自己的老公 都去告外面的人 你看趙天玲 他太太陪他出來勒 羅智正 那個影片 那個鷹帶 哪個白癡會認為那是假的呢 但是他太太還是立體 像八千歲 誰會相信 一個男的立委 跟一個女的名義代表 住在一起 是花八千塊跟他分租房間 還付上接送 還付上買早餐 誰會相信呢 但他們的太太都沒有坑生 然後最後被犧牲的都是 這個外面的小山 王必勝也是啊 王必勝的女朋友更 我們都不要稱呼他為小山啦 王必勝 我覺得作念的都是這些外遇的人 不管男女 王必勝的女朋友 還幫他生了一個女兒耶 請問一下 那現在王必勝 快快樂樂的回歸家庭 大家記得吧 他們過年的時候 王必勝還跟全家人去日本玩 還跟老婆 我女兒拍歡喜照去唱K 在東京唱KTV 請問一下他的女朋友 還有他那個女兒呢 那也是他的女兒啊 所以這些男人為了官位 都犧牲外面的女朋友 那當年你為什麼要出軌呢 民進黨有多少個民意代表 現在還高高在上 然後再來我一直說 民進黨是一個男女不平等的政黨 他們就是一個重男輕女的政黨 民進黨那些男人們 外遇出軌都沒有事情 都還是可以當立法委員 還可以被提名 不管你被抓到幾次都沒有關係 那KOLAS 有被拍到什麼很那個的嗎 沒有啊 就是老婆出來控訴嘛 然後呢 他馬上就被要求要辭職 所以我沒有說KOLAS的 這個行為是對的 但我覺得民進黨內就是這樣子 還有民進黨內的男生 民進黨就是男生的爽爽天堂 性騷擾的 然後外遇的喝花酒的 在民進黨內好像都沒有事情 那陳忠燕也是 陳忠燕你喝花酒接受性招待 監察員已經認定了 也認定你有洩漏公務的資料 你還是公務人員 我今天早上才看到檢調又跟某家特定媒體 釋出爭辦陳忠營議員的一些相關進度 跟資的爭辦的內容 不是說偵查不公開吧 好了裡面有說哎呀 陳忠營多次接受廠商喝花酒 這些都不對的 可是如果陳忠營 他是一個民意代表 他沒有行政權 他接受掌商喝花酒 招待喝花酒 檢方去偵辦說有沒有對價關係 很好啊你以這個標準去偵辦陳忠燕啊 陳忠燕是官員 他才有行政權 你知道我們民意代表就是罵罵罵罵罵罵 咨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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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有權利去決定什麼事情 因為我們有六十幾個 好 那陳忠營他是賴清德的親信 他當時大家看他的簡訊 被揭露簡訊 他是某一個局的局長 可是他可以調動其他局的局長 這個建設局 金發局 說這個建造趕快給他過 這個證照趕快給他發下來 那些簡訊都 都有被揭露啊 那為什麼不但沒有司法檢調的偵辦 連監察院的行政彈劾 都沒有辦法通過 所以是怎樣呢 在民進黨 這就是雙標嘛 你雙標你自己政黨內雙標已經夠糟糕了 你把國家的這個司法監察 全部拿來雙標 最近有一個新聞標題 某綠媒 你就直接稱他為綠媒 就寫了一個標題說 賴清德的月 副總統的月薪 只跟韓國瑜差一成 好 一次好像賴清德多努力 可是他薪水居然只 比韓國瑜多一點點而已 多一成 好像韓國瑜的薪水有多高 同樣一個標題 賴清德的薪水 也比陳菊只相差一成啊 陳菊的薪水 說不定還比韓國瑜多了 那可是問你 我請問大家 我請問所有的線上的網友們 你們可以告訴我 你們看過陳菊開哪一次會嗎 立法院你要看韓國瑜有沒有好好開會 你打開國會頻道 你就可以看到了 媒體每天都在監看韓國瑜 有沒有乖乖坐在主席台上 綠瑜每天監看韓國瑜 連中午吃個水煎包都不行 好 那請問大家同樣爽領院長 甚至可能還有領別的 那個案件調查費的立法院 那個監察委員們 還有陳菊他們做了什麼 有誰知道嗎 連一個陳忠燕這樣的案子 你都都給我彈合不過 那你們彈合其他的官員 其他的官員會心服嗎 自從王必勝之後 我告訴大家 過去在公務機關 我在當公務員的時候 公務人員行為不端 出入不當場合 還有就是這個外遇什麼的 絕對會被懲處 甚至沒有生殖的可能 但是自從王必勝的這個案例以後 再也沒有人有這個權利 去懲處一層的公務員了 為什麼 我身邊王必勝可以 我不可以 這個是很糟糕的事情 這好像是變相鼓勵說 這不可以快 這是你們家來的事情 一個公務員 他要養兩個家庭 養兩個太太 養兩個女兒 請問一下 光靠他的薪水夠嗎 那他有沒有其他的 不正當的財務來源 我們應該要想的是這個 王必勝 他的薪水全部都拿出來 去算算看嘛 養他的家庭 養外面的家庭 他有沒有其他的來源 所以你私生活不減 很大的可能就會影響到你的 未官的連結嘛 所以為什麼我們公務人員 裡面就有一個是 這個公務人員行為的規範 裡面就有這種不當行為 必須要被懲處 而且可能要被調職 不能升官 可是在民進黨內 好像都沒關係 就一個沒有廉恥的政黨 常來說 所以呢就像淑慧姐講的 民進黨現在完全就是雙標 不只是對外好 對內對他們自己人也是雙標 因為古拉斯好 立刻他就辭職了嘛 被說你要趕快辭職 那現在也被法院說是小三嘛 那結果呢來看陳宗彥 我個人認為陳宗彥這個 比較嚴重吧 性招待 結果呢竟然是被侵放 完全沒有被彈劾掉 所以也可以看得出來 民進黨現在真的是非常嚴重的雙標 對內對自己人也都是如此 好那我們感謝淑慧姐 一早陪我們來視訊 非常感謝您 拜拜 好那我們就持續來看到陳宗彥 他去年遭指控嘛 12年前任職於台南市府的時候 曾經有接受了酒店業者性招待 並且還涉嫌官說 那監委調查之後 雖然呢提案彈劾 但是審查會表決的票數 非常的懸說是11比2 不成立 所以沒有成立 那對此立委賴士寶就表示說了 這個代表著綠能你不能 票數懸殊的太難看了 這個太離譜了 真的坐實了綠能你不能 坐實了有關係就沒有關係 陳宗彥是何許人員 是賴清德的主要愛將之一 他跟賴清德的關係非常的近 馬上要接任總統的賴清德 他的人馬 他的實地兵 監委怎麼感動他 而且票數相比也太懸殊了 太難看了啦 監察院可以飛掉了 真的可以飛掉了 這個一個這麼事實明顯的 接受性招待啊 其他等等之間的糗事醜事 他居然都可以射不見 這個監委是到底怎麼樣 這兩個源頭就很簡單嘛 因為民進黨這八年來 全面執政就全面壓壩 監察委員幾乎百分之百都是綠的 剩下一兩個以前的留下來 全部都綠的 所以你看這個結果 會員結果這個太懸殊了 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費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銳行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費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費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費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藉口